沈阳某家敬老院发生离奇一幕 干涸多年的喷泉 竟然一夜之间有水了 而且里面慢慢一池子都是鱼 人们说这是上天的恩赐 真的是这样吗 事情发生在沈阳某个敬老院 这里是这块区镇唯一的敬老院了 在里面住着十几个老人 为了保障老人的身体健康 以及生活质量 这里远离闹市和村子 来往的车辆和人都不多 所以平时这里是很安静的 老人们每天的生活 就是搬个小板凳到院子里晒太阳 喝茶水 然后聚在一起聊聊天 虽然有些无聊 但是却十分惬意 一直到那天 敬老院发生了一件 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 那天上午 老人们吃过早饭后和往常一样 到外面晒太阳唠嗑 但是没过一会 天上就开始乌云密布 眼看天气不对 大家赶紧收拾东西回屋 就在大家刚刚回屋的时候 天上就开始下雨了 一时间狂风大作 雨也下得很大 但是这雨来得快去得也快 短短十几分钟后 雨就停了 大雨之后的空气非常清爽 一个敬老院的服务员来到院子里 想着活动一下 走着走着他来到了一个喷泉面前 他突然发现这个喷泉怎么满了 他以为自己看错了 毕竟刚刚的雨虽然很大 但是想要下满这个喷泉是不可能的 当他走近后一看 里面确实都是水 而且更加惊人的是 这里面不仅有水 而且还有好多鱼 敬老院天江神鱼 已经干涸的喷泉水池 一场雨后竟然聚满了水 而且里面都是鱼 已经干涸的喷泉池 怎么会有鱼 服务员赶紧跑回去 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大家 最开始大家还不相信 已经干涸的水池 怎么会平白无故出现鱼呢 他们觉得是服务员在逗大家 可是当他们来到院子后 都傻眼了 这竟然是真的 这个已经干涸很久的喷泉 如今不仅有水 还有许多鱼在里面游 大家看着喷泉 不可思议的向里面望去 只见水池中全是鱼 少说也得有两百多条 而且还都相当活泼 虽然这些鱼的个头都不大 但这已经很神奇了 敬老院的老人们 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此时大家的心中 都浮现出了一个问题 这些鱼是哪里来的 有人说这是上天的奖赏 一个正好过生日的大爷说 这是老天爷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顿时把大家逗得哈哈笑 当然这些也只是老人们美好希望 此时刚刚发现 这个异象的服务员 看到不远处还有一个水池 里面却干干净 如果这鱼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那那个水池里应该也有鱼才是 于是他走到了另一个水池 仔细地看了半天 也没有看到一条鱼 看来这鱼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了 那么这些鱼会是哪里来的呢 事情再一次陷入了僵局 干涸的水池 竟然出现了数百条鱼 这些鱼是怎么来的 专家给出合理解释 此时有人想到 会不会是附近的养殖场的鱼 毕竟这里面都是一些小鱼苗 看起来就像是人养殖的 此时服务员突然想起来 这附近确实有一个鱼塘养殖场 会不会是刮大风 把这些鱼刮来的呢 虽然听起来很有道理 但是仔细一琢磨 这没道理的 当时下暴雨时候风向就不对 而且这个水池里的鱼都是寄鱼 那个养殖场可是什么鱼都有的 不可能风只挂一种鱼吧 于是静老院水池离奇出现鱼群的消息 很快就传开了 并迅速传到了外界 许多网站都报道了这件事 一时间这个一直没什么人 关注的静老院热闹起来了 很多人都想来看看 这从天而降的鱼 但是关于这些鱼到底是怎么来的 依旧没有定论 于是一些好事的记者找到了相关专家 专家也听说了静老院的事情 并表示这些鱼有很可能是被风吹过来的 但是要做到这样 只能是龙卷风了 之后专家来到静老院 对现场进行了勘查 经过检查后 大家并没有发现龙卷风的痕迹 不过专家又了解到 当时在下暴雨 而且外面风声很大 所以很有可能是大雨 把龙卷风的痕迹清理了 而且当时龙卷风的规模应该并不大 只能卷起来一些小鱼苗 到达静老院之后 已经是穷途末路了 到了水池这里彻底消散 所以这些鱼才落到了水池中 最终静老院天降神鱼的故事 得到了完美的解释 并没有什么老天爷赐福 也没有什么鬼怪之说 有的只是科学的严谨 区区一条淡水鱼 竟然能被称为所命鱼 众所周知 我国有四大家鱼 分别是草鱼 青鱼 莲鱼 以及雍鱼 而其中青鱼被许多钓鱼老 称之为所命鱼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青鱼 从外表来看 青鱼和草鱼有些类似 不过如果仔细看看 还是能看出两者的不同之处 例如青鱼的鱼鳞比草鱼 更有层次感一些 另外青鱼也是四种鱼中 唯一的食肉鱼 它们的食谱主要有虾 河蚌以及其他小鱼 当然偶尔也是可以吃一点素的 所以青鱼是一种很好养活的鱼 青鱼的生存能力 不仅体现在食谱广泛上 它们对于水质的要求 也没那么高 在一众淡水鱼里 青鱼对于环境的适应性 是最强的 这是因为青鱼 有一项特殊的本领 它们可以利用皮肤 所以青鱼对于水下氧气的需求量并不多 也就是说 它们可以在低氧环境正常生活 而关于青鱼最玄乎的 或许就是青鱼食了 其实严格来说 青鱼食并不是石头 而是青鱼咽喉味着的一块硬质物 青鱼平时就是靠这个来磨碎食物的 不过因为其经营剔透的样貌 也就被人们当作玉食了 另外青鱼的肉质也十分不错 它们的营养价值很高 有着许多功效 有着如此多好处的青鱼 能够在四代价鱼中位列第一 也就不奇怪了 既然青鱼这么好 为什么会被称为所命鱼呢 四代价鱼之手的青鱼 居然被称为所命鱼 这到底是为什么 虽然青鱼有着许多好处 但是却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那就是太难抓了 难抓到什么程度呢 听听这个外号所命鱼就知道了 因为青鱼有着许多好处 所以这种鱼从古代开始 就有很多人家在收购 所以渔民们对于青鱼也十分青睐 因为能卖个好价钱 许多渔民为了保证捞上来的青鱼活泼健康 所以一般会亲自下水捞 而这就是危险的来源 首先青鱼的体型很大 一般成年个体的长度可以达到一米多 体重有70多斤 即便是放在地上 一般人也很难搬动 一旦青鱼开始扑腾 普通人还真不一定能控制得住 更何况在水里 青鱼能发挥出来的力量更强 捕捞的难度也大大增加 另外青鱼的繁殖期在4月到7月 这段时间河里的青鱼数量会很多 甚至在湖边都可以直接看到 但是这个时候河里的水位也会上升 和低的情况也会变得更加难以预测 让捕捞青鱼的人受到安全的威胁 综合种种因素 青鱼能够成为所命鱼也就不奇怪了 虽然到了现代各种机械化捕鱼设备的出现 让青鱼不那么难抓 但他们对于钓鱼老来说 依旧是一个不省的考验 一旦不小心就会被青鱼带到水下 这个时候要么放弃鱼竿 要么放弃生命 对于水性不好的人来说 恐怕就是二者结实了 既然青鱼的营养价值如此高 市场需求量也很大 那为什么渔民不养殖青鱼呢 可能有人会问 既然人们追求青鱼的营养价值 以及它的各种好处 而青鱼又不是什么很难养活的鱼 为什么渔民们不养青鱼呢 这样一来 不仅抓捕更简单 而且还能增加收入 其实倒也不是渔民不想养青鱼 主要是青鱼的生长周期太短了 一般一条青鱼只需要三个月 就能长到五公斤 等长到十五公斤的时候 也才一年左右 所以青鱼也被称为长得快 可能有人会问了 难道这长得快不是一件好事吗 问题是青鱼要长这么快 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由于青鱼是食肉鱼 所以渔民们还得自己去购买虾 螺丝等水产来喂养青鱼 这么一来 渔民们的成本都会高更多 但要是不投喂这些 那青鱼长起来又没有那么快 生长周期就会有影响 延长售卖时间还算是轻的 之前就有不少专门样子青鱼 结果破产的老板 和青鱼相比 草鱼就容易接受多了 草鱼不仅投喂方便 生存能力不弱于青鱼 而且草鱼的样子成本也不高 可以快速收回成本 所以即便青鱼一直都有人需要 但很少有人会专门来喂养青鱼 不然亏都不够亏的 总之 青鱼的好处是有了 而且很多且不可忽视 但抓捕以及养殖青鱼的困难 也是客观存在的 一不小心就会让人去世 或者是家破人亡 这也是所命于的恐怖之处 一条无毒蛇居然能成为百蛇之王 菜花蛇虽然是无毒蛇 但不论是眼镜蛇 翼或者是五不蛇等剧毒蛇 都对其无可奈何 甚至见到之后还会主动远离 那么菜花蛇到底强在哪里 为什么能被称为百蛇之王 在农村有这么一句话 叫遇见菜花蛇 十里无毒蛇 人类对蛇类尤其是毒蛇 基本都十分畏惧 因为这些蛇哪怕体型不大 也能靠着毒液来捕杀比自己更大的猎物 所以许多人对于毒蛇都是敬而远之的 但是在人类眼中所向披靡的毒蛇 却对一条没有毒的菜花蛇敬而远之 菜花蛇其实就是王锦蛇 一些地方还会将黑莓锦蛇称之为菜花蛇 但因为不够广泛 所以普遍还是认为王锦蛇就是菜花蛇 这种蛇的身上有黄色的花纹斑块 远远一看就像是一片油菜花 所以被称作菜花蛇 除了菜花蛇之外 一些地方还有不同的叫法 菜花蛇曾经在国内分布十分广泛 但是如今只在南方比较多见 北方并不多 菜花蛇更喜欢在植物茂盛的地方生存 例如山地 田野 水库旁边等等 虽然是无毒蛇 但它也不是吃素的 菜花蛇的食谱主要有老鼠 青蛙 鸟类等 在食物不多的时候 甚至还会抓同类吃 但是说了这么多 也只是说明了菜花蛇的特征 那么它们到底有什么本事 可以让毒蛇畏惧呢 菜花蛇被称为百蛇之王 能碾压许多毒蛇 那么它到底靠什么来打败毒蛇呢 首先就是体型大 在大自然中 体型在大多数时候 代表着绝对的优势 对于蛇来说也是如此 你看类似蟒蛇和森染等蛇 虽然没有毒牙 但是它们可以靠着自己硕大的体型 来压制对手 一旦猎物被蟒蛇缠绕 那基本必死无疑 菜花蛇走的也是这么一条路子 它们的体型非常大 基本可以长到2.5米以上 而且体重也有20斤左右 在无毒蛇中也算是绑大腰远了 而且菜花蛇的身体 也不是那种虚胖 而是相当粗实的肌肉 力量极强 绞杀能力几乎无敌 在面对毒蛇的时候 菜花蛇往往能直接把对方绞碎 另外菜花蛇还十分好动 它们的领地意识非常强 对于闯入者毫不留情 会主动发起攻击 一些不小心闯入它领地的蛇 都会被菜花蛇主动攻击 另外菜花蛇还有一项生化武器 当遇到搞不定的对手时 菜花蛇会从自己的尾部 是放出一种刺激性极强的气体 一般是恶臭味 靠着这些气体把对手熏得晕过去 从而给自己制造反杀或者逃跑的机会 而且这个气味对于蛇类更好用 因为蛇的视觉不敏感 所以嗅觉十分发达 菜花蛇的毒气对于蛇来说 那和直接灌进鼻子里没有区别 另外菜花蛇的皮肤表面 也有一股难闻的气体 靠着这层保护 菜花蛇可谓是横行天下 但如果仅仅是这样 对付毒蛇还是不够的 菜花蛇还有一项本事 可以让毒蛇对其敬而远之 仅仅是体型大 是对付不了毒蛇的 菜花蛇还有另外一个杀手锏 能让它面对毒蛇坦然自若 在面对毒蛇的时候 很多人会担心中毒 但是菜花蛇却进化出了非常强大的抗毒性 它对于许多毒蛇的毒素 都有很强的免疫能力 例如最常见的竹叶青 眼镜蛇 以及五不蛇等毒蛇 它们的毒液 对于菜花蛇就没有多大用处 而且菜花蛇的鳞片很硬 而且皮也厚 一般的毒蛇还真咬不穿菜花蛇的盔甲 但是菜花蛇在面对毒蛇的时候 却一点也不手软 攻击毒蛇时的它们行动迅速 出招凶狠 而且是一击毙命 毒蛇想要放毒也放不出来 除非它能直接从毒牙里把毒液喷射出来 可以说对于很多毒蛇 菜花蛇就是它们的克星 当然菜花蛇也不是无敌的 它对于毒蛇的毒液 也只能抵抗血液毒素这一种 毒蛇的毒液分为三种 有血液毒素 神经毒素 以及混合毒素 而菜花蛇只对血液毒素 有着强大的免疫力 其他两种几乎没有 常见的五部蛇 腹蛇等毒蛇的毒液 都是血液毒素 菜花蛇在面对它们的时候 那就是所向无敌的 但是在面对其他两种毒液的毒蛇时 就只能依靠身体来硬抗了 很大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 所以菜花蛇的百蛇之王名号 似乎也没有那么响亮了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